到了青山别院 好好照顾他 启禀陛下 臣还有一事禀奏 讲 陛下 君大夫奉旨前往青山别院 医窦之事 传遍了京城 以及各大城中 百姓们无不称赞陛下 天恩浩荡 人心人德 据各路驿站上报兵部的消息 还有很多患斗之人 听说之后 正在奔赴青山别院的路上 如此大恩德 仅由九龄堂出面 想必难以振奋民心 畏告医患 臣以为为彰显皇家的重视 还要派遣一名皇子或者是王爷 前往驻守青山别院 陛下 臣有不同意见 宁大人此言诧异 陛下 早已指派陆统领率众前往 这岂不正章显了 朝廷对此事的重视 启禀陛下 微臣以为谭大人此话不妥 陆大人怎能和皇子王爷相提并论 陛下明察 臣绝无此意 陛下 老臣倒是有一位 比贤王更加合适的人选 黄卿说的是谁啊 回陛下 陈国公是子 朱葬 陛下 陈反对 他既不是皇家子弟又是戴罪之身 怎能担当重任 朱葬 宁大人多虑了 戴罪之身 就应该一棍子打死 不能翻身吗 正因为他是戴罪之身 更应该戴罪立功 陛下 论年龄 他在三皇子和贤王之间 正当壮年 不易感染痘疮 其父陈国公 威名在外 常言说 虎父无犬子吗 陛下 这要论身份的话 他虽然不及皇子和王爷 但在外 也被人尊称一声世子爷 他这身份群 臣以为再合适不过了 还请陛下定谱 皇爱卿言之有理 那就定了朱葬吧 陛下 宁爱卿 还要朕再说一遍吗 由朱葬代表朝廷 去青山别院主持局面 陛下圣明 今日多谢宁公子和宁大人 还不是依你所言 千万不能直接举荐你 否则会适得其反 一定要反对才行 世子爷 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说 你和君小姐很熟吗 也就一般吧 子前在金云楼投胡的时候 你们是认识的吧 不认识 与子前 我只是觉得奇怪 要说你们熟识 应该称呼其名君九龄 或者九龄 可你 连君小姐都不肯称呼 偏要叫什么姓君的 要说你们不熟 你也没有必要三番两次 为她出头 甚至惹上陆统领 这个肉腰刀啊 你们读书人 弯弯道道可真多 一个称呼而已 走了 世子爷 老爷 到了青山别月 好好照顾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